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领导 各位父老乡亲 各位家亲 上午好 主持人也介绍我了 我就不自我介绍了 有的人认识我 有的人不认识我 反正认识我的人多 那你未来怎么能认识你的 因为我有讲座的光盘 很多人都看了 看了我讲座的光盘 实际上我吧 我跟父老乡亲说 我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能源 我这个能源 今天说实在里 我种地很有 可以真实演乱到社会说 科学种田 我在种田上 我很有一套技术 我再能说 我喜欢种地 我种地种多 我种到六十六岁 我还种地 六十七岁我才不种地 因为我没有什么文化程度 我是个小学文化 小学文化呢 本身从小一小时候吧 要上学晚 上学晚 因为咱家庭生活条件不好 是吧 家庭生活条件不好 就放住了 是吧 小时候就放住了 所以我要说 那你除了讲的是什么 都要道理呢 我讲的 不是谈学 也不说妙 讲什么呢 讲当人之道 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 每一个家 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 都特别好 是吧 生活条件特别好 物质文明呢 要钱有钱 要物有物 要吃有吃 要穿有穿 可是呢 特别幸福吗 不一定 为什么说不一定幸福呢 是吧 精神上不太幸福 心灵上不太幸福 是吧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物质一个文明 人的追求 越高 要求越高 达不到自己的 欲望的时候 就要动心 就要动性 就要生气 所以人现在呢 很多人都是 什么身体不健康 身体不健康 就是最大的一个 好像在我们人生的 这个路上就是 最大的一个痛苦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今天所讲的 讲谁的道啊 讲自己的道 讲别人的道 就讲远了 讲高了 自己当人之道 就因为我自己人被当好 所以我才要生灾长病 是吧 人要把人自己当好了 能长病吗 所以病不是固有的东西 它是外天的 所以说呢 人的心性要好 那你身体保证健康 人心性不好 身体不会健康 就拿我来说 我一小时候 生活条件是不好 家庭也困难 家庭生活困难呢 骑这顿小耐顿呢 家庭应口还多 因为我们骑个儿 我们子们骑眼嘛 在那种行的条件下 那真是都大一岁大两岁的 骑这顿小耐顿 父母没有办法 干什么 让我放猪 从多大放猪 九岁 九岁就开始放猪 现在年轻人 不知道什么叫放猪了 现在猪都倦养了 那时候都散养 我放猪的时候呢 生活条件太不好了 穿个裤头 过去小孩都带兜兜啊 带个小兜兜 整天就在那大冶店里跑 那有天生 那时候啊 不像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都是用这个能药啊 就闻得很少了 那闻得嗡嗡的 那咬的全身都是那高啊 那晚上回来我母亲 那刺头的瞧瞧哄啊 我母亲就给我挠 都能把我挠睡了 我母亲就能睡觉 所以呢 我就抱了四年猪 这四年之中啊 那父母跟我操老心了 为啥呢 因为我性格不好 跟这些有猪的人家打 闹 他说早了 他说晚了 我就跟他们打仗 一跟他们打仗 他去找我父亲去 找我父亲 我父亲就要骂我 我又恨这个有猪的东家 又恨我父亲 渐渐你身体就不好了 等我这四年都放下来 上学就开始长病了 上学第一天就跟同学打仗 性格不好啊 整天跟猪在一起 你知道这性格能好吗 跟同学也打 跟老师也打 所以我就开始有病了 什么病啊 分血核 分血核 痰里带血 吐痰都带血 那时候也不知道是 反正是咳的 上不来气 一咳的上不来气 就吐血 吐血那时候没潜质啊 吃饭都将功面 功都有点接不上 你哪有潜质病啊 那也就反正 整天的反正 还是个性格不改 然后呢 又得一个什么病呢 肝硬化 肝硬化 比如说肝硬化 那就很重了 我上学的时候的时候 那时候都是土地啊 我坐的桌子下面 鼓动力下的 是很大的一块 干什么啊 吐的 连咳嗽出那些年谈 可这样一来 越来身体越不好 等我小小毕业了 回到生产队里干活去了 干一天 洗一天 干一天 洗一天 干不了 期不短 还有干硬化 还有肾炎 还有高血压 还有心肠病 这病已经就是成熟合症了 那就没办法呀 后来我父亲和我母亲说 这孩子病症啊怎么办呀 得给他找大夫 我们团队有一个老中医大夫 那中医大夫相当厉害的 那他的老师 那一摸黑你的麦就摸出你生死了 他给我摸麦 他给你这病很不好治啊 我先给你几副药你试试 给我溜 他说这六副药你吃完了 好了 就好了 不好你再找别人 今天我要吃完肉也没好啊 不但没好好像还很重 都走不了路了 后来再找他大夫大夫说 我治不了你这病 你想找别的大夫 就这样没办法了 这就要死了 已经就过床了 后来我哥哥在生产病里干活了 很害羞 这个老头也在生产队 这个老王头 他说我看你弟弟有病 我哥说我弟弟可不有病啊 回家跟我母亲一说 我母亲说 他看出有病他有招了 招了他了 因为过去的时候 在清末民春的时候 他是讲病的 所以他可能是有办法 一找他有问题 他说没有别的办法 给你一个啥吧 给你一本书吧 给你一本书吧 他就给我一本书 给我这本书 这什么书就叫 王奉一的独行路 独行路就是他 就是他怎么做的 我一看他的书的时候 我一瞧 哎呦我说他做得太好了 他的孝道做得好啊 他给人家放生猪的时候 都不打生猪啊 我一瞅我放生猪的时候 放猪的时候 把猪打的都打趴下 把那大便头改下来 都给猪绑上啊 有一瞅人家跟我一说 我整个跟他相反 他能尽忠 他还能尽孝 他对孝就两辈儿老人 可是我呢 跟老人生气 是感觉自己是有点能力 你这家人家 我挣这个米来养活你 这家人家活的 就咬得了不起了 就有些傲了 你们都靠我活的 这个家家这些人 你都都给我管了 那真是啊 都给我管 你说父母也不敢怨我啊 一怨我生气 我躺着他不前来的 就这样 所以他病到那里 都要死了 我一看完 和医医先生 那 尽孝尽 尽孝尽尽 尽尽 这三个我都没做到啊 那怎么办呢 我就想 我得改正啊 不好改啊 你们说山河容易改 秉性最难移啊 这个性格 不是那么容易改的 言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啊 想要改正啊 也难啊 不遇到大的错觉啊 想改变自己 太难了 所以我要死了 没有办法的 那我就得改啊 不改也得改了 为了逃活命嘛 一点一点你就改了 可是改的就改的 这病真就建好了 又一出的病也好了 又来事了 这脾气又长起来了 没病了 病好多了 哎呀怎么样 这一来脾气 病又不发了 这不发皮呢还重呢 完了这回25岁 躺到床起来的 因为我24岁病建好的 我24岁他订婚 那时候哪有25岁订婚的啊 那还不错呢 真有缘给你的 哎 订了婚了 先生 我一看订了婚了挺好的 就高兴了 是吧 这脾气也来了 啥事都想管呢 我们家那事都 那我二十岁 十八九岁我就 就想家事融归我吧 可是呢这一管 不随心的时候就生气 一生气病犯了 病得一犯 这些老人就说 到秋结婚就好了 那帮燕民信嘛 说冲冲冲就好了 那我自己知道 我说冲冲就好了 那可不是那事 这样我要不好啊 我可不能结婚啊 我要结婚吧 死了不把眼睛坑了吗 我说我要好了我就结婚 不好我就不结婚了 这些机里存着 这么一个想法 不过没当老爷说 可是呢 这病得这样了 这老头给我这本书 我还得看这书啊 看书也不行了 这病也不行了 不好 不好我和我妈说 再找这老头去 还得问他 还有招没有 一找他 他说还有一个人 我再介绍给你 说多远呢 说隔北岸 隔北岸到我们家 一百多里地面 一百二三十里地面 我说这远呢 我说现在是五里十里八里 我都走不了了 这老远我能去吗 他说不用你去 他快回来了 他娘家在这儿 不两天 这是回来 那老头就告诉我的 是吧 他回来了 我说那怎么着 多远啊 他说十里地 我说我走不了 我上不来亲人 他说那你也走不了 那就没办法了 人家也不能来 有一些人 就为了逃活命 这可咋样啊 你说去还去不了 怎么办 喝酒死了 喝酒爬 往那爬也爬去 这家我就真是 人家要死了 为了逃活命呢 让咋去都行 我就真是啊 我就走几步歇一歇 走几步歇一歇 走一上午 他走出五里地去 我一说 这中午呢 我再走到那 它黑了嘛 我回来咋讲的 我就心想的 不行 我这回我也不歇的了 把气走没了拉倒 是吧 走没了走没又没了 是吧 不没我就到那了 这回走也不歇的了 怎么样 还真早起来 两个小时走到了 到那了 这个老爷就问回来 我一进屋 这老爷在看看座子 问我 你是哪儿的啊 我说我大团的 啊 我那一样说那个啊 我说对 你都啥病啊 我说从里边到外边 从头上到脚下 没有没病地方 都有病 这个老爷就不去生了 他就不说 不跟你不说你的病咋整的 就那么跟你别闹客气了 这家伙我急的 我那性格啊 你说做才能做着吗 拿到火 火木三酱的脾气 也坐不住啊 那能处都把那个 那个 树盖街编的抗息啊 我做那微微 抗息都给我坏 他一瞅我真着急了 他一瞅我着急了 他一瞅我着急了 完整他也不累我 我心里不行 我得走 我要说我走 你对你说 你这病咋子 我就站起来了 我说蓝江我要走了 啊 你别走啊 啊 我说我走 走吧 回去吧 好好琢磨琢磨 就说这么一句话 我就出来了 你说出了怎么样 我就来气了 我来找你治病来了 你让我琢磨 琢磨啥呀 你也不说我病咋长呢 你可越干得多干得生气 肚子就干得起股 长气 做我的肚子 那个肚子 那个肚子化股水 就有点 一敲邦邦的了 你说再一股气 就更苦了 就有点都喊不下腰了 走有无力地吧 进入一个棱村的一个小华道 完了 我就信信了 哎呀 他让我琢磨琢磨 就问琢磨什么呢 我就回忆起来 那个堵行路上 王峰仪先生啊 是吧 他得十二年床老 他怎么好的 我就想到那种了 哎呀 他是毁过毁好的 哎呀 他让我琢磨 是不是让我琢磨我哥哥的过错 这一个念头起来 我就心是 哎呀 这拳头的你说我放肚子 那些人家没有生气人家 都生不气呀 就怎么做嘛呀 我就心是 就是可咋样的 怎么做嘛 哥哥一想 挑大一想 挑生 最生气那个人想 最生气有 正经有几个 我就想到有一个老头 有一天我把猪赶回来了 赶回来找猪回来 老头给大院 给屋出来了 这他妈小猪 你说 批四公就赶回来了 这个你是他 他妈妈一说 我这边气就满了 他连着说两遍 说到你三遍说 我说话了 我说老头你说啥 老男长 心乱起了是吧 他说 你批四公就赶回来了 我说老男长 你把裤子吞下来 他说这小子 吐裤干什么 我说我看你黄皮 能吃多长时间 那我这么一说 这老头你说 把这胃猪咬 蹦蹦蹦地下来 你说绝对自己黏我 要打我 我就好了 那他能黏上我吗 他黏不上我了 我就好了 赶跑我也生气呀 完了他找我爹下来 让我爹告状去 你这小子说话太臭了 让我把裤脱下来 看我帮兵吃多长时间 你是这小子的话说的 我爹就把我骂了 我又跟他老头生气 又跟我爹生气 我就想到这儿的时候 这肚子里就 肚子里就 肚子里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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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说这肚子想什么呢 王鹏医先生 拆了回他 全屯的音符 孝心他生气 你看他就等了 三人在窗牢 我说我这么也是嘛 看我报处 这些音乐都那么跟他们生气呀 都因为他们说我不对呀 要我找他们好处 我上哪儿找家 说我静下来 赶着走 我往前走赶着学生 静下来 学生 琢磨琢磨他们有没有好处 一想真有 没有这些人家养活猪 我上哪儿去挣这些米家 能把我们家养活着 就是好处 把我们家一家人救命的 那时候我还跟他们生气 越想这肚子里越想 吸了花了怎么样 就往上口 连皮子再怎么样 往出穿哪 啥呀 水跟沫子 哪颗口往出穿呢 哎呦 我一吐 哎呦 我说这后可能好了 说那你怎么知道你能好了呢 一吐你怎么知道能好了呢 那老头还给我一本什么呢 道德语助 那两个人说病 病咱怎么进去怎么出来 是吧 生气是负的能量 就是因 当你一找有好处 是正能量收起来了 叫阳气 阳气进去呢 那阴气必然要排除 叫波阴去阳嘛 所以这样我 我一看到那个 想到那个 那道德语助 说病那一段的时候 我就想 哎呦 这会我可能好了 病打 中医讲那个道理 病打口中入 还得打口中处 这下我就 越回忆越痛 越回忆越痛 再痛得这样 我拿着去跪到地下 因为我四万一球又没人 那八月钱的庄金也高 那时候 真是 那时候你不 家家上坟都不像你上坟的 不用说磕头贵乎 上坟都不像 我就一四万没人 但是我往下就跪地下 哎呦 我说老天爷老天爷 这会儿我可能活了 我要能活呀 这种 好病的方法啊 我不能让他失传 我给他传下去 我当我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一不为名 二不为利 我要能这样去做 我一分钱不收 我就发 这一发愿 哎呀 吐得更狠了 这家吐得 那就去啥 正能量 你的良心 发过来来 是吧 你术气了 正气了 所以这家 正气压倒邪气嘛 严气要正了 什么有 什么也没有 邪念都得推 是吧 严是正能量啊 当你心一发出 这个好的念头的时候 那良心特别足 严有病都是 负能量太重了 阴气太足了 所以我这一发愿 这家就哇 就开始吐了 这家这一吐 吐了一阵 我一摸肚子圆和了 肚子不那么硬了 这家人 好像就有精神了 有精神了 我就往下走嘛 干的头干的吐 干的头干的吐 到家了 我母亲就问我了 你见了那老人家了 我说见了 给你看了 我说看了 他说没说咋子啊 我说说了 说说咋子啊 我说要我琢磨琢磨 他说琢磨啥呀 我琢磨我生气的事呗 说我这一琢磨 我生气的人太多了 这一吐的人 没有我不生气的人家的 你说这一个人 我也在一个讲座方法上 我讲了嘛 头顶横个人 脚底菜个人 心里装个人 你背后背个人 你说你能好 能好 我这家把这些人 多少人都装到心里了 那能好吗 这家可以一吐 我妈说吐还能好 我说能好 妈你不懂 你不识字 是吧 我看那道条语录上呢 那听说的 病能吐出去 我就会吐了吗 可是呢 我就连着吐 七个半宿啊 这病基本就好 差不多了 不过没有完全好 没有完全好 我就把病放下了 不行是病了 干什么 亏什么补什么呢 你亏笑刀 你得补笑刀 你亏气刀 你要补气刀 你亏中刀 你要补衷的 我以后我就亏这啥目啊 亏笑 那真是不笑 跟老爷呢 我以后我有功啊 跟老爷说话 一点不客气 说听那父亲说的话不对 说我 他他我就把父亲捡回去 这叫啥呢 能而言敌仇啊 是大不孝啊 跟老爷说话 人家必须要有声下气 所以我就 那我这下 我就 我一想到我父亲 这个苦楚的时候 那我那眼泪刷爽了掉 我们骑了 我们怎么骑人呢 吃这份少 那就是老爷 你像那心里啥样啊 能受得了吗 这我父亲像山里叨叨的 那都喝出命里去的 那有多少死的 创死的啊 个山里啊 个山上 我想干嘛啥的拉木头啊 那回来我父亲就说 死后一个 这我一回 父亲的恩 那些父母的恩 真是天高地厚啊 那而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那家泪花花就下来了 感觉太对不起老爷了 那就讲那句话吧 可怜天下父母之心啊 是吧 胡老不赤子的 因为说有狠心的 女们有狠心的爹娘 可是我一想到 这个阿师 那我真是 我可并不问你听得苦 这样一来 这病那真是 大大地见好 亏笑到 不笑到 要跟老爷说话以后 要合生 游生下戏 我父亲因为啥呢 家庭生活条件不好 孩子还多 这孩子一闹 你说老爷能够呵护你吗 能够吵你吗 一吵我们就生气 我父亲还不打我 我有一个活人 他打我哥的 是吧 打大的 说大的不会灵 就说 完了这样一来 怎么样 我做了一身病 说实在 我哥也做了一身病 就这样 我这病一定会一样好 我又想到 哥哥对我特别好 我说啥 我哥哥 不再打过魂的 对错 我哥哥都不打过魂 我说我 对不起我哥哥 还有五个妹妹 五个妹妹让我管的 那咱们我怎么办 我就说 大力要爱护小的 你当这个 你必须爱护弟弟妹妹 兄友的功吗 兄弟和睦笑在其中 兄弟不和睦就是不笑 可我那时候 我每天就 这一位 堂不成几个人 都管的 那你笑 笑心何在呀 儿女的身体是父母的心嘛 哪一个儿女父母不堂啊 不关心啊 可以我一幕一幕回忆自己 下学心 感兴自己 那真我就变了 跟家庭里变了 我老妹妹 我老妹妹小啊 我老妹妹就这么说 你说这二猴子 他咋变了呢 你说我那皮子干啥样了 是不是翻脸呢 一说不对就翻脸 那我老 我那几个妹妹大呀 他不说 不说他心里不痛快呀 这过了一段时间 我老妹妹就说了 二哥咋去了 二哥咋不想早先了呢 他怎么变了呢 他不翻脸了呢 以前让我停住了 我说二哥以前错了 对你们太严肃了 以后你看二哥 保证不带关你们的 真的以后我啥也不管他 他们有男就等我 他们都找对象了 有男就的时候 那来找我们家 不用我管 我们家的人 马上 全是他给男朋友 就是说 所以说呢 这样一来 家庭问题 基本差不多了 那我在生产队里头 那也是 那干了没干几天活 没干几天活 累活干不了不干 我说这活我身体好了 我得进宗啊 这个宗字我得进啊 那就说 别人想我那边活不干 那我主动就去干 别人想我脏 没人干 我去干 这样一来 对象说 你咋的了 你咋不是早先那样 我是早先我身体不好 我接考量 我说我身体不好 就我干不了 现在我能干了 实际不是那事 早先竟想打点便宜 是吧 这样点便宜就乱了 吃亏就生气嘛 这是第三等乐严嘛 所以我那时候 就是第三等乐严 所以这样一来 在生产队里头 真是 领导 那你看 家庭里说我变的 可是生产队领导 也说我变的 但是他不想找了 就是最小的心眼才多呢 可有道德的 王鹏御先生说那句话 多一个心眼 多一个成罪呀 是吧 你现在 鬼心眼 也鬼心眼呀 我们看看 从古道经 使心眼 把世界风气都给变了 看江泽衙 使心眼 旧无级吧 那个社会的风气就转化了 先天之音使智 后天之音使心 所以我那时候就使心眼 最后不使心眼了 是吧 吃亏就热 吃亏得福嘛 正版条线 很讲东西话吧 世人难得活动 吃亏得福 是吧 所以那人活动 那人啥都是 那人才有 那他有德性 他不学成 他能要 所以我就一步一步 那刚开始 也很难受啊 是吧 你要改变 既然便宜了 最后你要想吃点 不是 也挺难受啊 不过呢 觉醒大 一定要改变 自己的眼神外 那我真在生产队里 真这样做了 做那么一点点 你付出的时候 你不求回报 还真有回报 为人就是为己嘛 我为大家付出了 可是呢 大家更多的回报 生产队让我干什么 让我干专制活呢 你看 让我干专制活呢 生产队那专制活不好干呢 一般人干不上呢 这队长让我干专制活 这活啥活 做豆 这活好 你随便 你说达到啥程度 队长要我一年 跟生产队 说一回账 你说这个 你说多便宜啊 生产队说你真 你真会账 我说不是我会账 我干的时候 我做豆腐 一口姜都不喝 一口豆腐拿我就不喝 那时候 我也吃也挺直做的 我心里话 我要喝一口姜 喝谁呢 我吃一口豆腐 吃谁呢 吃买主呢 吃消费者呢 我不能吃 那我都达到那程度了 那豆腐边 一说十等于豆腐关 刀前刀后吃豆腐边 我不吃 打下豆腐边 哪块小 我就补到哪块上 这样 你生产队一年 跟我算一回账 我跟他们算账 是吧 那真是 我包围员的交斗 是吧 我差一两个 我就回家求 包围员说算了 缺点缺点不行 缺一点也不行 缺一点 那时候我就这样成为你 缺了一点缺谁 全体缺完了 什么叫天哪 大家是天 那我就亏天了 这不让我就亏天理了 就像我们现在 你在公司里头干活 那你不尽心尽力去干 你砖头去瞧 你想占便宜 那你就亏他 亏人当 公司是办法的 公司是 让大家有生存能力的 让大家能够好离家的 大家有的天 你亏了公司就亏了天 所以我那时候 那我特别执着 网围员说你咋这么执着呢 差几两 差几两 差几八十万 病毒打过那不行 我不能欠赞 那时候我就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这样一来 怎么样 到修了算一笔了 我们一年才挣多少钱呢 一天也就挣七百块钱 一年也就是 两千来块钱 一年就二百块钱 挣不多少钱 那真的 真的 真的太少了 真的有的师傅 都分两三毛钱 你看一天就两三毛钱 后来那些大修一算 快去给我算 多给我一百八十块钱 够一年挣的了 一年分红也就 分个百八 那就不错了 我回来一算了 多给我的 我跟我们家那人说了 我说咋点啊 他说咋的了 我说快去都算差了 多给我一百八十块钱 他说那咱不能要吧 我说我也想不能要 我想给送回去 他说你送回去吧 真的我就找快去 队长一说 跟队长一说 快去还几眼了 没差 我说你 不是差我 差你了 他说差我了 我说对 你多给我 算差了 多给我一百八 这样怎么样 快去也 也找得很不过意思 队长还想挺经养 队长开会到大队就输了 第二天大队书记就来了 书记和连长就来了 来找我干啥 让我上大队给管裁机去 我说我可不管 这个我管不了 我说文化还浅 到那管不了 我可不去 我说啥也不去 不去后队长人 不去跟生产队里 给管点事了 生产队我说干啥 他说记下 我说那行 我记得这样特别轻 我哥哥少干一个小时 我空一个小时 我对我自己特别严 对我们家里都特别严 我五个妹妹那时候 都在生产队上活了 那真是 差一点都不行 别人差一点算了 这样一来队长 有一天队长 我记得这样特别轻 队长 我是都抱着 我说队长你干啥了 队长说我记得 他说哎呀 没有正经活 都一把西一把 我就给他记上来 都一把西一把 记上来 当然公共五秋 你必须要查账 一查账 说队长 我队长你怎么都一把西一把 就挣钱挣分呢 队长说你没我 他说你看看 都在这记得没有 队长就找我问我 你怎么给我搞的 我队长那天 咱们哪人哪 我那时候记性特别好 咱们哪人哪 都谁在跟起来 我问你 我问你干啥呢 你说你终一把西一把 那我答应你 我就得记终一把西一把 要说人执着呢 那也执着大劲 就不随和 这样怎么样 队长就没不满意我 队长说你太实在了 咱们这包米 年年就一百多条龙 我们的丢龙头长 都是一千多米长 二里地 那龙头都那么长 这一百多条龙 年年丢进一百多米去 都用别的 别的大队给偷去了 他说这也看不住了 他说你能不能看住 我说看你让我看 让我看我就能看住 你要能看就好啊 那就要你看 我说好 我看 要说干啥都有道 看你怎么看呢 那么好看啊 那家都一百五六条龙 那么宽 那家两千 二里地长 你说你怎么看 不是我们本队 本大队人头 境外大队人头 都个男头 我就看住男头了 怎么看呢 三间 早晨 中午晚上 这三间 我起早摊黑 我看住他 他们都休息 我不休息 等你们干活了 我再回家休息 我就看住了 看住了 可是也有去偷的 去偷你不能让他歪了 那样的话 你抓住他 还不好呢 就是抓得容易 放得难呢 你把他抓住 怎么办呢 你还把他留在这里 我不要他动手 我瞅他来了 我拉倒 我就站地图站着 我赶紧 你就不能进去 就这么的 我真看住了 可是看着 有一天队长来拜望米的 中午 他来拜望米的 哎呀 我说对啥 你怎么来拜望米的 他说啥 我姑娘不在接你嘛 你说他要吃两寸青泡米 哎呀 我说 那他姑娘对我同学的 他说那你说 咋想呢 我说那你要拜拜 我不看了 对长行 我不拜了 就两次走了 走了怎么 到休战 全体生涯上 你拜望米 怎么样 摆到南头了 全然都说 哎呀 吉利党没有空壳的 每年都丢进一百多米下 大伙都那么吵吵 就两个人接过来 那还能丢 那么我呢 要摆几十包米 他都没让我摆 你说别人摆他怎么样呢 是吧 就是 你看啊 你对他眼 不是对他眼 这就是你看你这个 你 你又会不会用这个道理 你要会用这个道理 他不但 不能挠你 他还得高兴 还得感激你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 在生产队里头 那真是 那 那种荒 我就站那种康 我就要查这个了 没人查呢 咱们就查呗 昨天也都会下来 我说组长说 你咋的了 你精神病啊 我说咋的 你老狗哪里我查 你救我一命 哪里我慌 你我哪里我站 哎呀 我说没人查 都怕那种 我不怕他 我查 就这样一来 越来 是吧 人际关系就越好 可是呢 要是说 你发多大的心 你就有多大的挫折和磨难 我37岁 我哥哥39岁 我哥哥突然间就得了一个病 因为他的病已经做成了 肝硬化 科学 辣学 那时候医学还被 背着护打 发达 没办法呀 死了 扔下五个孩子 这五个孩子呀 三个小子两个姑娘 大姑娘和马匹生 财配 大姑娘十六岁 二姑娘十四岁 大小子十一岁 我这个老子 车五岁 完了我哥哥死了 我哥哥一死啊 就显现没把我命要了 我就病得死来活去 我想他想的都了不得了 我用啥呢 我就提到我没有圆满 师父 我说哥哥你怎么走了呢 那你留学这孩子我怎么办呢 那我就下学心了 你看我一个大爷嘛 就问我 你哥哥走了 你怎么打算呢 我说我哥哥就是我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我一定要管到底 哎呀我大爷说你别管了 你管不了啊 我管不了也得管 还比吃醉醉少耐醉的时候强 现在不管哪儿都还能吃上饭 管西里喝的能吃上你 西里干的能吃上你 就这样子 我那个大爷说呀 不行你管不了 我说 师大爷你看吧 你看我能不能管 我真就开始啊 他们家的事情 我全全活都干了 你这些活我全都干 后来我们家的一瞅 他说那少的不走你 你就要全管了 我说我管 我什么都管 他说那管当两家你管不起 这么地方 咱家的就四个人 这活的也少 就不用你管了 水都不用你挑 你就把他们家管好了就行 变成嫂子 说要走的时候 说大叔啊 这也没人管 我得走了 叔叔什么不管 他说咱们不要嫂子 说这句话 你到时候你回去吃饭 你回去 你前来你就帮他们干活 这人让咱们北方的用事 咱们的黑胡椒都知道了 那东西雪大呀 一下雪了 你那儿大院子也大 你得给他扫啊 各个家的学务都不扫 我们家那人扫 就像他这样一说 我还特别高兴 我挺感激他 说想不到你能这样支持我 要说你干一种事情 没人支持你 背后的一个不支持你 你也难干成功 说他真支持我 我一瞅 我觉得挺好 我挺高兴的 真是全都吧 二年吧 我嫂子说话 我嫂子说他还说啊 不行啊这么讲 我说咋的 这不挺好的吗 真的村子没财物 我领着 这几个孩子 我领他们干啥呀 就我的老师啊 五六岁 五十六岁的时候 我都领着 都把他们放地上干啥的 好豆渣 哪好一村啊 好一村豆渣呀 没烧的呀 完了 我嫂子 这么吵了 我把你吵了死了 你再死了 不就完了吗 然后两家人家就散了 我走吧 我说那嫂子 你要走 我可不能留你 你不走 我还不能碾你 他说我走 就这么走到海里 走到海里 去了 两三个月 孩子就回来 盯着来回跑 你说家庭哪有那钱呢 这路费呀 没有钱 没钱 孩子回来高兴 一走的时候 要走的时候 就上火了 咋的 这孩子路费 咋说我没钱呢 我们家那人就劝我 你别上火 我去借钱 我上哪借钱都没钱呢 出去借我饶了 我回娘家 回娘家叫他爹去 因为他 我岳父他们家生活条件好 搁四个在一起 走四个 三十多个人 家过得挺好 把一门想到 孩子一回来没路费了 他就回娘家了 就我岳父那人也通行大雨 那真的回就给拿路费 孩子把东西都跑 我的人醒了 他那边花个气 他一个人啥也没有 那孩子要回来也没办法 可是呢 突然间到秋了 这回回来俩 进院到二十五 我们不走了 哎呀 说实在的 这脑袋都像多大了 你说你咋说 孩子说不走了 说叔叔我不走了 你当叔叔能说 我不留您 这话说不出口气 我敢讲没话说 因为我们 一乃同袍的古佑啊 你怎能往外推啊 孩子不走 你不能说不要 可是你还没法 没法说留 那如果生产军说了吗 你口粮都不够啊 就这么的 孩子进屋了 吃饭饭了 我就跟母家人说了 你看怎么办吧 这俩孩子还不走呢 他说不走了 咱也不能留啊 哼 我腾下就来火了 我牛啊 他说那能留吗 你妈走不就为了养他 我说你不留啊 我要 去吧 你回娘家吧 你再找一个去吧 我就领地四个孩子 两个老爷过 当时要问他说 叫眼泪了 他就哭了 我一看他哭了 我往下就不追过 等他不哭了 他说话了 他说那么的吧 这俩留下 留下可是留下 咱们家俩小子 这就回那个小子 那咱们得 不说一个媳妇啊 我说那当然啊 那孩子回来 能够给说媳妇吗 他说那咱俩得干啊 我是那能不干吗 哪天想的 就这样子 我说那你问一时 你问一时就 虎口大点的 他说我去 我上海了 我去把孩子 虎口要回来 就这么的 他咱就去了 那咱们的北方都冷了 那要进那要吗 那要出去了吗 那有一天 我还要西北方 他说要上来 我们到柯山 那三岁到火车站四十二里地 没有车 那时候都走了 他说我今儿就去 哎呦 我今儿外头 哪个你别去了 明天再去 不想我去 这家他就了解了 下了火车又走 三十多里地 到那中国少子一商量 走俩了 回来才当我小 我们俩就哭成泪鱼了 没办法呀 他说少子就把那俩 孩子户口给我了 我就拿回来了 拿回来留在成泪堆 这回说老爷呢 老儿子大孙子 老太太命根子 这一点没说错呀 我妈妈见着我这个真儿子 这下把我妈乐去 孩子付五千 或者我妈乐去 我妈我哥哥死了以后 孩子又带走了 我妈妈就病倒了 这病的都不行了 舌头那火多大 舌头都乱起 有手渡能大一块 那叫新火呀 后来怎么样 你说这孩子一回来 这老太太乐了 哎呦 我就看我妈乐了 我就看到王山人 他孝敬两倍老爷 怎么你亏就不孝道怎么护 因为我亏提到啊 亏提到我要再辞到旁边 对我这侄的侄男侄女 我一定要尽心尽力 那我真就心里就横下来 自己的孩子 是孩子 哥哥的孩子呢 不跟我孩子一样吗 把这俩孩子呼呼起过来了 我还要观他们家那人 我看你对我的侄儿 侄女啥样 是不是你拿着孩子 真当当自己的孩子 那我就 我也不说 我就那那就我给他观察他 我一观察他还行 就是因为那生活条件 都不是那么好的嘛 要来鞋呢 煎上一盘鸡丹 端上来来 我们家那人先把这个 这个鞋做的呢 先把这个 我这侄儿招呼 你上桌子 你跟一顿做吃吧 他说我们那俩 你们俩等一会儿 我看这还行 等于平常的要做点好吃的 少了 他就说了 说我们那大小吧 少吃点 让你大弟弟多吃点 妈妈也不在这儿 爸爸没有了 哎我一手真行 我就对他就放心了 说人家怎么样 又过一年吗 整一年 哦 又回来了 这二小子进一院 我大嘴抱他 二叔啊 他俩回来就不回去了 王家也不走了 那病可不好了 我说咋的 不挺好的吗 我心说 那你们俩回来能留了吗 不能留了 再留你妈也不能让 他说二叔那又可不好了 我他们下学 我从小小门口我就开跑 我说咋的 我说咋的 他们修到外区里面呢 他打我呀 但是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 那我真是我心挺酸的 完了我就说 我说进屋吧 说你奶奶还得刚念的 什么的 进屋了 十万万的 我又问我们家人 我咋的 他说又咋的了 我这两他们又不走了 你看咋办 他说这两又不走了 我说对 我说那我现在可没招了 我看你还有没有招了 他待半天 他说我还有招 我说你还有招 招什么招 他说我去找嫂子去 我说你找他干啥呀 你不能跟他俩打呀 他说打啥呀 我去跟他商量呗 商量啥 让他搬回来 因为我一听这叫好 他要搬回来就不都团了 就这么点 他说完全 第二天真是 他又是拉一招吗 他又干了海润 跟我嫂子 他讲话了 这家伙我们俩倒一边就哭 他说止不住就哭 哭了一阵 就会说 老子 你跟老房大 他姓黄 说黄大哥呀 你跟我回去吧 你们搬回去吧 是不是都团了 你说那男女是啥 嗨 你们要都同意呀 我就去 把我一个人哪都是呆 完了我们家那些 我才领来的 领说你看看 到这的时候看啥呀 大雪在地呀 看啥呀 是吧 这把人都对我挺好的 我就来呗 他问你 正月十七 生产队给两台马车 五天把他们搬回来 回来了 这家我妈妈可乐了 哎呀 我的孙子孙子都回来了 那怎么办呢 你搬回来 人家没房子住 咱们啊 我们就 我把两个老爷领出来了 把那三间房子 让他们住了 说你们住吧 说我就把两个老爷 我出去领 过一天的这条东西 我们不动 然后又给他一个母猪 就这么点 就在这儿过了 一个多月以后 我妈说话了 我妈说的 哎呦 这不扯大 我说咋的 叫这么个玩意 我说咋的 他妈说话 一干个压不住屁的 我那一句话的 好准备能回答 那刚刚这孩子 媳妇咋说呀 我说妈 这你不会放心的 他能干活就行 说媳妇我们俩呢 有我们俩呢 我们俩管呗 我妈说你什么别吹牛咪 我说咋的 你那俩你不知咋的 你还吹你你 哎呀 我说老太太 你好好活着 你看你儿子能不能做到 我保证你看着 我妈说你 我早都看着你了 这就拉倒了吗 怎么样你说 82年 开放了 生产队叫我们开会 开会开放 你开会 说开放了 各个中递了 各个搞经济了 哎呦 当修个会场了 那热的心 那先放水了 哎呦 我说终于这一天到了 怎么样你说 回去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 机会来的 我妈说什么机会 我说开放 要各个中递了 我妈说 你各个中递 你能挣多少钱呢 这五个小个 我说你放心 咱们各个搞经济呗 他说搞经济搞啥呀 我说我不是粉家吗 我又是豆花 我又是粉家 我说今天咱们 不做豆花 做豆花就没想 我说咱们开会吗 真的当年就开会吧 连着开九年 连着开了九年 头一年就来我扫着他那屋 那家那屋造的 破头去那 那屋干一年 家里说不行 各个盖 就盖 盖完北方开八年 这八年北方开了 孩子可累懵了 那我的小 我那二小的十八 我那二十二十七 他们都大与串与导 那很累来的 早晨凌晨两点起来 到晚上十点睡觉 多少天 得干四十五天到五十天 这个东西 就干这么长时间 正是秋秋的时候 这家把孩子一家 就煮的那刚烟都睡倒了 那个煮的土豆老子睡倒了 不心疼啊 能不心疼这孩子吗 心疼也没办法 然后我那子我一说心疼 然后我二十八就说了 二十八没事 我们这年轻人 这个打个嘴就精神 就歇会了 就这么干了八年 等我大儿子订婚 我就将来给我大人订婚 我大人结完婚一个月 十二天 我大人结完婚十二天 给我大人结婚 给我大人结完婚 我就问我妈呢 什么 看着没有 你儿子做到没有 哎呀 他说你真做到了 我放心了 老爷就说这么句话 什么叫笑 笑老爷的心 笑老爷的身 笑老爷的性 这他就要真正达到 真正的一个笑 说你管笑身呢 你不能让他说 你身要省心 他的心事 你不能给他了了 你不算笑心 完了我就说我妈 我说妈你丑的 我还有两点呢 你好好活的 我妈说啥 我不丑了 我也不看了 这一个我就放心了 这两孩子结完婚一个院 那一出发了 那时候 咱们现在不讲这个 过去老爷都讲这个 回去住对院去 还有两孩子你都问我 我们喇叭不回来行不行 我说咱家没说 那些封建迷信事 咱们都不讲 咱们家都没说 你们多的回来都行 住够的就回来 两孩子真是喇叭没回来 可是喇叭早晨呢 那月初八早晨 六点 六点钟吧 当晚打六点 我母亲就咳嗽一声 咳嗽一声怎么样 我们家里人 因为我记不过我母亲 在一个床上 我们家里人 问妈你这个咳嗽了 我看见你不咳嗽了 我妈说 我就来咳嗽咳嗽一声呗 这句话说 我就接过来 我说妈妈 看你现在挺好的 我妈说 现在我啥病也没有了 我心里咳嗽了 我一点病也没有了 就这么一句话说 当时他就说 哎呦 这房子怎么转着呢 我就笑了 我知道太太房子能转上了 他说真的呀 这房子转着了 天窗地转着 哎呦 我说那不能啊 他说我迷惯 正午期忙碌 就把这两个孩子也张起了 我说 一个找个大夫 一个送信的 我们俩前就给老人找衣服传 把衣服传上来 我师妹进屋说 妈你咋子了 他跟我迷惑 等我少 跟着我少进屋 再问几屋说话 几个小时老爷走了 把老爷送走了 你不说的吗 父母在 笑不难呢 父母去世 笑难全呢 死后空自败入坟呢 老爷在的时候 儿女呀 你必须要进屋笑道 这样一来 我看老爷走了 我把老爷送走了 发生完了 我的心里说 那又什么样 就看老爷走了 我这两天我还得管 我母亲走了 你看 来一年吧 拉一车走的 开村 就给我老儿子结婚 给我老儿子结婚 就给我老儿子结婚 结婚结完婚了 到结婚了 结婚 给我老儿子结婚了 一个月 零两天 就给我二婶结婚 给我二婶结婚了 我说 结婚咋俩生口气 因为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全是我们俩家的 我嫂子咋的呢 我嫂子 让我哥哥吐血在这儿 老婆嫂子下去 好像吓得神经有点问题 一旦有事的时候 他就完了 他就困了 就得躺着睡觉去 我说你也真会想活啊 一有事你就躺睡觉去 他说不是啊 让你哥哥吓得 好像把我精神都吓坏了 是吧 我一有事 他一吐血在这儿 我就全身麻木了 啥也犯不了了 就我哥哥走的时候 那就是说 华东队也是 全是我们俩家的 就这么点 我说那姐 这又完了怎么样 又给老师你婚 别忘了到休息 给老师结婚 我这一回咋俩放松了 你说我们俩啊 我们俩结婚以后 结外婚 我五个妹妹都没结婚 都得我们俩管 完了有这五个孩子 完了有我们这俩孩子 多少个啊 就办这个结婚的事 这十个十二了呀 完了还爬上两个老爷子 还爬上我哥哥哟 要说颜接的 这一生就怎么 坎坎坷坷坷呀 可是要不 完了 都结婚了 那就九五年了 我们这在北安 拜一个心理疗病 那么地方 可能我老师 喜欢跟我打电话 干什么 二叔我们要盖房子 哎呦盖房子 我说那咋整个 干啥呀 说没钱啊 我说我这么个字 一份钱不是 我们都是义务 二叔也没钱啊 他说二叔你能借的钱 能借的钱 你借的钱 我们盖房子我们还 我一心就 我说那好吧 就给他们借钱 盖房子了 盖房子呢 他盖完了呢 大执又要盖 又给大执借钱 大执盖完了 怎么样 又给二执盖房子 这三个执啊 房子又都张着 帮着盖上